一个关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现场的故事在悄悄地流传 一位美国父亲接到女儿电话 女儿正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现场 父亲立即打车前往现场 他对司机说 请你最快的速度载我过去 我会多给钱的 司机回答 我也是父亲 我每会送你去 结果这位低哥载了七个人逃出现场 这边乡 一个中国游客拒绝打开车门让逃难者上车 师父 快走 别开门 这句话 连带着这个行迹可疑的故事 中国人的数字问题又一次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 每隔一段时间 中国人就要经历一阵灵魂的拷问 我们本性善良吗 我们乐身好施吗 我们文明礼貌吗 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则会迅速传播开来 一个小孩被货车压过 路人不管不顾 一名老人摔倒 没人帮扶 一个女人快要淹死 只有一名外国人努力营救他 我们这是怎么了 这个让人焦虑的话题 又迅速地占据了饭桌和社交媒体 中国人其实并不缺善行 最近几年 如要着一些重大灾难 中国也曾发展出一种善意援助的惯例 2008年 四川发生地震后 志愿者往那里运送毯子 提供心理慰藉 2015年6月 长江上一艘客轮亲赋之后 不少出租车司机免费运载死难者家属 稍晚一些 偏近的一间化学品仓库发生爆炸 人们捐赠了水和食物 但是除了这些高曝光的事件 帮助陌生的代价却可能很大 热善好施有不少时候换来的是医院账单 或者被受到帮助的人污蔑为事故责任人 为的是敲诈钱财 即便如此 我也不能认同中国道德崩溃的说法 因为道德的东西 无形无色 无法科学量化 何况还是那么大的中国 唯一可以拿来讨论的 似乎只有与道德息息相关的制度 北大教授何怀宏 在前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一语重力地写道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 能够用各种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来 何怀宏在文章中 把传统道德与1949年之后的革命道德做了区分 1949年前 对作为知识精英的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 1949年后 这要求所有人遵循同样的道德 但是 他后来慢慢演变为一种隐蔽的等极致 他们要求大众实践道德 自己却可以有更多的例外 于是人们以拒绝合作的方式 反抗这种双重标准 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利己主义 而不是无私奉献 但我想这不仅仅是政治性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一个建立在基于年龄 代际差别和性别的等级制度上的社会 长此以往 既然人们必须服从权威 也就根本没有动力去发展社交技能 或以善意对待他人 可供选择的相处模式 几乎总是围绕着发号施令 和惩罚不服从的人来构建 另一方面 为了统治的需要 人们又被教导要友好 乐于助人 与人为善和遵守规则 但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你接受了一套说教 然后看到大人和老师 并没有遵守这套规则 而是采取另一种做法 所以他们很快也学会了另一套 于是伪善也变成了一种常态 有人说 中国人不排队 闯红灯是逃难心态 这判断确实非常精准 在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教化 见证了太多特权的攫取之后 这些人开始了人类史上一次 无法看到具象的退化 廉恥心成为了他们精神世界中的篮尾 一个累赘 文明与教养 就他们看来 无非都是装逼的手势 不具备实用价值 甚至会成为他们获得利益的羁绊 规则是一回事 中国式规则通常是另一回事 按照交通灯的指示过马路 乘地铁时先下后上 买东西按顺序排队 作为一个人 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规矩与教养 但似乎很多中国人通常无法做到 不知道有多少次 当电梯门打开 我往外走的时候 永远有一群人像是被怪兽追逐一样涌向电梯 我每次都想 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得先下后上呢 里面的人没下来 你又怎么可能上得去呢 有几次 我故意摆出微笑的表情 用最平和的语气 问他们这是为什么 他们给我的回答 通常是发自肺腑 不屑地瞥我一眼 或者恶狠地瞪我 问我 怎么了 在他们看来 我是没事找事的那一个 是的 在垃圾场里 仍然要穿着干净的衬衫 注定会显得可笑 有时 周围的环境的确会影响你 当破坏规则成为常态 遵守规则 就会显得矫情 可我们不能因为从众的压力 就把自己也涂抹成和垃圾一样的保护色啊 人的发育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理发育 一种是精神发育 后者的第二特征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与教养 但很多人因为逼着的现实 根本没完成精神发育 他们困在了孩童式的只顾自我的世界里 他们有着成年人的身体 却像孩子一般 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 横冲直撞 无视所有规则 这些人 终其一生 都在为了争夺多一点点实际的利益 拼尽全力 由于缺乏其他的办法 无赖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他们要尽量把自己变得刀枪不入 蔑视一切象征着文明的规则 因为在他们目之所及 永远都是守规矩的老实人受到伤害 那些规则的愉悦者功成名就 所以在他们简单粗暴的逻辑线条中 推理出了遵守规则等于吃亏 那么破坏规则 就成为了他们潜意识里的生存法则 成为了某种程度上 自认为谋取一点特权的卑微幻想 换句话说 他们不想成为守规矩的傻 当我理解了这一切 就释然了很多 虽然我看到那些毫无亏意的跨越栏杆 随意插队 永远横冲直撞的人们 仍然会感到厌恶 但是我明白他们这些行为的心理根源 我也很清楚 自己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规则 不能变得和他们一样 世界是在进步的 我们不能粗暴地否认这一点 因为现实原因 中国有一代人都被此毁掉了 他们在本该接受教育的年纪 发现学校因为运动而关闭了 在应该被家庭给予教养的时候 父母被送进了牛棚 在应该通过工作或者正常社交和社会规训的时候 经济模式彻底颠覆了 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下岗了 这一代人几乎就没经历过正常的生活 这群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教育出的下一代 如今就在我们身边生活着 我们无法改变他们 但我们得知道 我们的成长环境与他们不同 我们毕竟有了更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能拥有健全的人格 当你暂时无力改变那些人的状态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一旦你也自我放弃 用和他们一样的蔑视规则的方式去和他们争抢 那群人中就又多了一个 你就成了连自己都厌恶的人 人是要生活在一条底线之上的 对于公共秩序和规则的遵守 是人类文明得以维系的根本契约 不能因为周围存在恶制的大多数 就放任自己成为那恶制的一部分 不要故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毫无底线的人 好像一旦成为无赖就无间不摧 但实际上 在你成为无赖的那一个瞬间 你就放弃了人身上所有美好的成分 成为了恶制的残渣 如果按照那些跨越护栏的人的逻辑判断 随地大扫便比寻找厕所方便得多 但我们能那样去做吗 因为人本身的尊严感在约制着我们 所以无论周围环境怎样 我们都应该有个基本判断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遵守规则 用文明和有教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并没有那么难 也真的不会有多么惨重的损失 相反 尊严给你带来的感受 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我们应该向人心中优质的部分靠近 别轻易与不够好的自己握手言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